经历了三次刻骨铭心的失去 这个女孩叫张海元 辽宁丹东人 这一天在朋友的陪同下 她要攀登华山天险 自古华山一条路 她为什么要给自己选择这样的挑战呢 其实对于当时只有21岁的海元来说 像这样挑战生命极限的大胆尝试已不止一次 可以说当她在经历了巨大的不幸后 她的人生就在这一步步 如果说这一次的失去 还没有在海元幼小的心中留下过多伤痛的话 那么五年以后 当11岁的海元不得不再次面对另一种生离死 这个把亲情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女孩绝望了 刚刚13岁的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生存下去的意义 这时 原本脆弱的母亲在接二连三的变故面前 反而变得坚强起来 为了鼓起女儿生活下去的勇气 她向亲戚朋友借了钱 带着海元去沈阳安装甲织 然而 娘俩谁也没有想到 他们刚刚回到家 练杂技原本就是一门苦差事 一般健全人历经艰辛 尚且难有所成 更何况是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 再加上海元出入杂技之门 已是13岁的少女 骨骼发言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尽头和良好的悟性 她迅速成为团里的佼佼者 1991年底 杂技团赴深圳演出 她表演的海元又迎来了 她生命中的另一件姓氏 她所在的杂技团 与马来西亚方面签订了演出合同 这是她和她的队友们 梦寐以求的事情 这么多年来 她们的勤学苦练 为的就是杂技人生 她选择了大连 然而大连能否计划政策 运动员只有取得了好的成绩 才能被作为特殊人才引进 这就意味着 这个从来没有经历过 体育赛事的18岁女孩 只能背水一战 体育训练同样是艰苦的 由于海员选择的跳高跳远 是两个较量腿部力量的项目 她首先要做的就是增强一条右腿的力量 残疾人的项目训练 与健全人不同 比如跳高 她不能背跃 只能愉跃 而一条腿不容易控制好身体的平衡 因此挨衰成了经常的事 1996年5月 经过八个月的艰苦训练 海员终于迎来了第四届残疾人运动会 这是全运会开幕的前一天 海员早早就来到了训练场地 按说赛前不应该再进行大运动量的训练 但海员总想通过这些强复合的运动 释放心中的压力 对她来说 能不能在大连立足脚 成败再次一举 今天是赛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设施和场地是和正式比赛一样的 第四届残疾人 连续三次没能跳过 母亲的话像一道彩虹 冲破了海员天空上的乌鱼 正是比赛的那天 她的精神异常放松 当她轻松跳过一米三二后 全场沸腾了 本来到此金牌已非她莫属 但好胜的海员还要尝试新的高度 最终她以一米三二 在这次比赛中 海员的跳高跳远两项成绩都打破了 在短短几个月的训练比赛中 两个年轻人的心靠近了 张军对残疾人的那份关爱 深深地打动了海员 这个从不敢奢望爱情的女孩 也做起了梦 在共同经历了一些波折后 他们相恋了 自己的体育竞技事业 她的选择得到了丈夫的支持 这个在残 2002年春节刚过 海员就匆匆赶到沈阳参加集训 对于25岁的她来说 从事体育的时间已不过 对于25岁的地育竞技事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